第1个故事 小满接到人了吗 已经把白灵接走了 他们去郊外跟郡董拿解药去 大约小满能顺你完成任务 咱们撤吧 好 撤 快 鬼鬼祟祟的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田队长 邵总 田队长 这深夜出行是要去哪儿啊 我 我在问你话呢 刚才抓了个特务 以为您在医院 想送过去 痛 嗯 车离 快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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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回站什么 快点 快走 就 这是 有一点 反而要离开 太没有责任性了吧 还有 这个柜子 是从医院拿来的吗 里面装了什么 您交代任务 让我打理真机队内务 刚才大雨 真机队宿舍里面漏雨 试了被褥 我就想到到医院取些被褥 给队友们再用 田队长果然很体贴啊 来 把柜门打开 让我看看这贴心的柜人 你聋了吗 我让你打开柜门 小川少佐 你不信任我吗 我当然信任你 不过田队长 这柜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你得实话实说 我在手里面 是被褥 田小满 你撒谎 方天机 你三番五错地跟我作对 你到底怎么想 我怎么想你应该很清楚 田队长 你不觉得你最近的一切行为 都让人很怀疑吗 怀疑 有什么可怀疑的 自从你救走了唐天明 毕竟让唐天明给白灵帝化 你不觉得你一直在隐瞒些什么 我一直在给你机会 你别不识毫无 说来说去还是因为白灵 方天机 白灵现在就躺在病床上 生死未博 你还嫌折腾得不够 我问心无愧 没什么可隐瞒的 你要是给我机会 现在就立刻放心 大半夜都没时间跟你废话 田小满 你不要执迷不悟 执迷不悟的应该是你 你别忘了 你到底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 田队长 你死活不开这个柜子 是不是 他老实在上 又来 扯迷你 有你 他什么 扮迷你 啥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你先把柜门给打开 还是我先把柜门给炸开 天小满 我问你最后一次 你看 还是不开 好 我告诉你 里面是白灵 白灵 白灵现在应该躺在医院里 那里戒备森林 就凭你 能把他给救出来 田小满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的帮凶是谁 什么什么人 钱一飞那个草包你也太高看到了 针机队说白了就是个百姓 别忘了 我才是针机队队长 田小满啊 田小满 死到临头了你还最硬 什么死到临头 我要救我爱的人 有错吗 你少走遍 走遍什么 我当初营救唐天明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有问题 就是因为你在利用我对付豪天 我现在要救我爱的人 这也是人之常情 好一个人之常情 白灵现在身份不清不楚 你救的是日本皇军的重犯 唐天明 你三番五次地折腾白灵 结果呢 有收获吗 你怀疑他是军统 直到现在你调查出来任何的证据吗 你根本就是公报私仇 你就是想毁了他 田小满 你给我闭嘴 我公报私仇 你以为我审讯白灵是为了争风吃错吗 这是我的职责 我的工作 一个白灵 叫得余天阵鸡犬不宁 好 你不是说我想毁了他吗 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 我是怎么毁了他 抵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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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了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把主要防禅宫 快点 这白铃跑哪儿去了 大家听着 医院附近都给我搜个遍 任何角落不能放过 听没有 是 队长 快来410密房 都出去 出去 出去 你们给我带上 走走 别装了 你别告诉我 你没离开过房间 行 毕竟你回来了 你要真是一走了之 你 我 天小满 都讨不了干系 不过还好 不过你放心 这个秘密 我会替你保住的 队长 刚才咱们人不合 成为有爆炸伤口 你和二炮跟我过去看看 有一些兄弟在这给我盯住了 我如果再出任何差错了 我也咬他们脑袋 是 走 你们几个 我盯着落 立方出差错 我背了你们 天队长 你不是说白灵在里面吗 你不说白灵在里面吗 你这下转 我再给你 你也不认识 你 看你 我看你 我看你 看你 我看你 你 你 下转 我看你 你 白铃怎么样 还在病房 没事 我留了十几个地球在那守着 万无一事 全部去医院 是 白铃一定要等我 一定 我一定会把解药给你拿回来 我一定会把解药给你拿回来 赶紧去城南桥栋 找老板拿解药 好 我明白 两点钟之前 一定要把解药拿回来 田队长 把解药给你拿回来 解药呢 什么药 你 你什么意思 没时间跟你解释 我告诉你 我们是田小马派的 快点把白铃的解药给我 这 你这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 我怎么不明白这事 快把解药给我 好 你 你到底是谁 我是谁你不用管 我只告诉你 这次营救白铃 你们军统的人不出人就算了 但如果白铃死了 现在就让你陪葬 快把交给我 对人情况怎么样 病人的脉搏有点微弱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他送到医院的时候 虽说是昏迷 但是心跳和脉搏还是正常的 现在有点恶化了 还不赶紧给我查清楚 是 少总 这一定是有没有害的呀 这是杀人灭口啊这是 这是 谢谢 我觉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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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总 我先处理点事 大夫 有没有什么办法 你用点什么药啊 少总 今天大家辛苦了 田部队长 到 今晚就拜托你了 少总发现 少总 田队长 现在不早了 你先回去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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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见到白领 我想留下来 田队长 我想单独留下来陪陪白领 折腾的一天 我看你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怎么 我现在连单独见她的权利都没有了 天晓满 我告诉你 就凭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只要我一句话 就能让何田对你彻职审查 那你可以现在就去找何田 我田晓满一人做事一人当 大不了一死 躺天起 我就这么一个要求 让我进去见白领 不然我会后悔一辈子 好 我跟你一起进去 好 我跟你一起进去 我记得了 进去 你 那我都没有 我 你 什么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小船长姐 你能够出去一会儿吗 天小满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跟我的爱人 单独在一起待我 你不要太过分 天小满 你在干什么 我爱的女人临死之前 我跟她告白不行吗 我 独到天下 你给我滚出去 走吧 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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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平时跳动了 你怎么敢你治啊 长官 我们已经尽力了 尽什么什么力了 你赶紧给我抢救 我告诉你 就过了这些天我弄死你 给我治 你没事吧 白莉儿 我这是在哪儿啊 没事 我查一下 进到 少佐 昨晚的爆发是天河封守在此 是什么意思 昨晚的那浦河封守在玉天线里 把带人押写了 将军人的奴军困了 拼了啊 不 在啊 全是 Ryden在病院了 我可能被害怕了 然后把警察的阻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解药拿到了吗 昨天夜里我让火麻 到军筒那把解药拿回来了 小满 昨天你太危险了 如果白灵还躲在柜子里 不但白灵不在了 就连你的身份也会暴露 唐天琪真是太狡猾了 以后千万要小心 那现在唐天琪有没有怀疑你 我不知道 但她知道我和白灵的过去 小满 你就利用这一点来迷惑点人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 明白 长官 现在白灵的这个状况很稳定 再过几天没什么大碍 就可以出院了 那前几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 长官 我跟你说过 白灵啊 那是心脏骤停 幸亏我们抢救吉时 才挽回了一条命啊 那合着白灵脱离危险 还是你抢救吉时了 我问你 跟你前几天所说的 那个会让人昏迷的药物 有没有关系 这个我是真不太清楚啊 我问你 可 还得 你俩 别二 我不管 利用 你俩 就算了 你俩 可以 你俩 要俩 再者说昨天晚上你不是看过了吗 不能随便探事 田队长竟然想看自己的心事上面 我能不成人之美吗 田队长 去吧 谢谢少总 少总 你不怕出事啊 再也没机会 请不吝点赞 来吧 再一步 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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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带 您的赞和地区 请不吝点赞 邵总,您放心 等白龄出院以后 沈横的事情包在我身上 不出两天 我保证给他摸个底掉 前副队长 我聽說 你跟白玲 敗過堂 成過親 對 是有這麼回事 但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少佐 我現在是一心一意 大人們鼎鼓孝王啊 我知道在什麼白玲的事情上 絕對不再感激過事 我相信你 不過現在 白玲已經沒有了 邵總的意思是 我打算明日執行槍局 怎麼樣 別啊 不是 邵總 我的意思是這個 白玲的身份吧 還沒弄清楚 殺了的話可惜了呢 而且昨天晚上 白玲他其實 昨天晚上怎麼了 昨天晚上啊 白玲其實一直在醫院裡頭 一点可疑的迹象都没有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想说这白铃身份吧 还没弄清楚 就这么杀了 太草率了 前夫队长 你的心思我很明白 我知道 你也喜欢白铃 没有 绝对没有 不过你能好好配合我 事成之后 我可以做主 把白铃许配给你 真的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 还有枪毙的吗 为什么没走 我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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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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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